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曹老师 今天呢想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两题长得非常相似的方程式 我只是把这个数字换一下而已啦 对不对 那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可不可以就用一个方法把这两题做出来呢 其实是完全OK的 但是呢 有时候 那可未必 我这下一部影片会讲解一题 也跟这个很像 然后左边是2 右边是3 但是呢 那一题呢 就得非常非常小心的去做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那部影片 现在呢 我想跟你们说 给你们一个提示 我们必须得用到蓝薄W函数 然后你们先暂停一下影片 先想想看怎么做 然后我们再解答哦 好 希望你们真的有这样子做 如果你们真的有这样子做的话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学生们都很不喜欢做我叫他们做的事情 好 我们先做这一题 这一题呢 我们必须得用 natural log 跟product log 一起 product log 就是那个蓝薄W函数 怎么做先 我们先左右两边都拿 ln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x的三次方放到前面去 所以呢 左边得到 x的三次方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底部就是lnx 右边还是ln2 那这一题这样子的时候 会跟我上次做的那一题非常的像 看一下x的三次方 这边呢 我们要用蓝薄W函数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个1 所以呢 这边我们要故意的写成 1 ln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就是x的三次方 这样子 那这样子好看的地方就是 x三次方在natural log 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3放到前面来 然后我不会用动画 所以我就用手指头把它去掉 然后自己画上去 这样子后 1的ln三次方 1的所以3的lnx四方 好 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一个lnx啊 我们把它写在前面 然后右边呢 还是那个ln2 这样子 没问题吧 那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呢 如果我们要用蓝薄W函数的话 前面跟这个要是一样的才可以 我们这个次方的部分呢 有个3 前面的部分呢 只是lnx 那我们怎么办 没有问题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左右边都乘与3 就很好啦 来 这样子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左右边都拿那个W 然后如果你要用电脑算的话 记住写product log 左边的话 你看 我们就拿到3ln3 右边得到W 这个就这样写 没办法再画简的 目前来说啦 你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3拿到来 所以就变成2的3次方 我可以这样子做也不需要 这样子也可以 好 左右边都除3 然后这是lnx等于 1 3分之1W 然后我们有3ln2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就这边1过他 然后这边1给他 这样子 这样子 最后我们得到 x等于 然后我不用计算机 我就把这个 写给你们看就好 1 然后所有的次方就是3分之1W 然后3ln2 我就这样子写 这个呢 就是一个答案 其实呢 我们也只有一个答案 如果你画图形的话 x的x的3次方 长这样子 然后只跟那个2 cross一次而已 所以就是一个答案 然后这个是实解 也有虚解 但是呢 你必须得换另外一个branch 在这边 但是我们不用 过到虚拟的世界后 好 很好 那这边呢 看一下 你看 这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就代表说 我们好像可以把这个2 换成3 然后最后就是答案 对不对 没有错 那就是答案没有错 所以 这边完全OK x等于 1 然后我们就写成 3分之1 然后 W of 3 然后ln 然后这边因为是3呢 然后我也把这个3写下来 我用红色写好了 这是3嘛 所以这是红色 这是3 把它写下来好了 这样子就很好了 然后刚刚这边我们是2 所以呢 这个也是2 对吧 那我跟你们说 其实呢 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化简一下 但是呢 我 做另外一个方法 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的 题目 是设计的非常好的 当我们有 x的x的3次方 然后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有xx的9次方等于9 你也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呢 不管你有多少个x 只要到最上面的这个数字 这个次方 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你都可以这样子做 我 我跟你们讲解一下 来 我来跟你们做一个observation 来observation OK 什么是observation 上次跟你们讲过 observation 首先看一下 当我们有x的3次方等于3 我说了这个次方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时候嘛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就左右边开根号3 开立方根 sorry 开立方根 这就代表说我们得到x等于立方根的里面是3 就这样子 然后不用正负嘛 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实解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哦 这个是3 这个也是3 这个3等于什么 这个3等于x的3次方 我把它写下来 3等于x的3次方 那当我有x 然后这个是3次方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3看成x的3次方 可以啊 你看x的3次方等于x 这个3等于x的3次方 对不对 那我刚刚说的x的3次方等于3 如果把这个3写下来 那请问这个跟这个就是刚刚的 现在我写的是这个跟这个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那请问答案会是什么 答案还是会等于立方根3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答案还是一样 立方根里面是3 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那其实呢 你可以这样子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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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下去 做给你们看 比方说今天你们有x的 怎么写会比较好看呢 我们想一下哦 x然后 的3次方好了 我来用一个蓝色的写给你们看 蓝色的写给你们看 我又这样写了哦 所以就写出 哦就这样写了 3等于这个嘛 3等于x的x的3次方 好 这样子蓝色写 好 那如果我有x的3次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3看成x的x的3次方 所以这个等于x的x的3次方 那到最后我跟你说还是会等于3 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等式 诶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算好的等式嘛 对不对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又等于这个 所以答案又是什么 这个的 如果这一部分是题目的话 答案也会是 立方根3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不管你有多少个x 只要到最后面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直错下去 所以呢你给我20个x也可以 你给我100个x也可以 但是呢你要给我有限多个x 然后最最最最最上面的数字 要跟这个一样才可以这样子做 当你有无限多个x上去的时候呢 你就要非常小心去做 那就是我下部影片要讲的东西了 那你会觉得更奇怪 这个长得根本就不像立方根3啊 那我们就必须得画简一下 所以呢我就 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就 画简一下给你们看 你就会看到其实是一样的齁 然后呢 again 这个其实就一个解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解了以后 这个就是答案 你也可以把它带回去 反算一下 把这个带回去的话你看 三次方跟立方消掉 然后又是3 对不对 然后x放进去 然后又可以消掉 然后答案就是3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做 如果要稍微严谨一点的话 来 刚刚看的是这个答案 which is x等于1 然后1 3 然后我们有w 对不对 好 怎么做呢 这个3呢 写这样子 我先把这个ln3写成红色的好了 这个是ln3 好 但是这个3的部分呢 我们要这样子做 就是1的ln3次方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1跟ln消掉啊 那你看 现在这个ln3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是在w里面 就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ln3而已 所以呢 得到1 然后这个是三分之一 这边下来就只是有ln3而已 我们可以把这个放过来 所以我们就得到 1的ln的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 你看哦 这样子消掉 最后3的三分之一次方 当然就是ln3喔 就这样子 可惜这边呢 没办法 跨减的很好 哎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这部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呃 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有什么问题 然后请订阅分享 老规矩 好就这样子 拜拜